萬米早晨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次的萬米早晨節目 今次要和大家說說 Febici Romano 最新的影片 說一些關於收購的情況 亦會說少少雙病 因為昨晚坦達開了記者招待會 交代了我們今晚的場合 究竟誰能踢 誰能不能踢 尤其是中堅的情況 這條片 將會問大家問題 我這裡寫他將會加盟 究竟他是誰 有誰在下一位 一定會來加盟萬聯 請留言 先猜猜 昨晚阿仙奴2-0贏了盧頓 萬成就做到事了 4-1贏了維拉 所以 我們現在 比維拉踢少兩場 差9分 差11分 如果我們那兩場 拿了6分的話 其實 只差5分 而 如果我們今晚贏了 車路士的話 就會和熱刺 相差6分 雖然有些朋友說未必算是射程範圍 但其實已經是近了很多 所以今晚 如果贏到車路士 再乘著勢 拿著利物浦3分的話 其實形勢又會逆轉了 因為 下一場 就是維拉對著賓福特 會不會賓福特 好像對我們那樣 拿到維拉分 另外熱刺就會對著 森林 熱刺 得分的機會是大一點 下一場 但我們先做好自己 車路士得分 然後拿了3分 就算維拉和 熱刺 得分的話 我們也起碼保持到距離 所以是相當重要 以及 亦都相當困難 我一定要指出 這件事不是容易的事 究竟 坦克能不能夠適時將球員 調整到這件事 就要看他了 昨天和大家說了 馬天尼斯和蓮德洛夫 都是受傷的 亦都在這個記者招待會 坦克被問及 我們曼聯好都受傷 究竟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坦克就說關於 我們有很多 尤其是今年 肌肉的損傷或者受傷 他就說我們是有一個idea 即是我們大約知道 我們知道什麼事 亦都說 我們已經想到辦法去解決 即是說 理論上 肌肉的損傷應該不會再有那麼多 但記者就問了 究竟你的idea是什麼 坦克就說 我就不會回答你的 所以 希望坦克真的說得對 我們的 受傷情況越來越少 尤其是 說真的 今年大致上 七七八八 只是差一點 究竟追不追得回 但是明年又會重新開始 說真的 無論是坦克繼續做也好 或者不是坦克做也好 我們這個傷病情況 如果能夠改善的話 一定對曼聯來說是一件好事 因為球員現在 傷病情況 都幾嚴重 正如坦克所說 都不是曼聯的問題 其實 其他球會 都很大的問題 這個受傷的情況 另外 他也說回 在中堅那方面 華拉利和 艾雲斯 昨天已經訓練了 而哈利麥加雅 抱歉 艾雲斯和 Johnny Evans 之前那天 已經訓練了 而麥加雅 也在昨天 復操了 所以 理論上 他們三個都有機會上陣 就是華拉利 艾雲斯 哈利麥加雅 加上 我們的年輕球員 金仔 卡麥加雅拉 其實理論上 我們都有四位中堅可以選擇 而中前場 阿瑪仔已經受傷緣了 停賽緣了 所以阿瑪仔也可以回來 理論上 我們中前場球員 根據坦克所說 基本上每個人都準備好了 好 另外就想說回 Fabizio Romano 近來就很少做片關於曼聯 連續幾條片都沒有 不關曼聯事 但最新的片 終於關了曼聯事 就說 那片就是 He is coming 他將會來了 其實是講兩個人 第一個就是 Jason Wilcox 我早兩天跟大家說過 那位技術總監 將會成為我們的 曼聯和他個人的一條款 就肯定搞定了 他亦和 收藍頓辭職了 將會加入曼聯 但是 新的架構 將會是 CEO就是 Omar Barada 接著就是 Dan Ashworth 當然 Dan Ashworth 根據Fabizio Romano 仍然跟 紐卡素說 補償 補償 才可以決定到 何時才加盟 還有 Jason Wilcox 暫時會有三個人 做著我們的 管理層 在足球方面 OK 好了 當然 所以 Jason Wilcox 已經 辭職了 還有 之前有些傳聞 他想去利物浦 完全沒有 沒有這件事 完全沒有 還有 另一件事 Jason Wilcox 加盟 一個重要的 元素 就是 Ineos希望 可以把曼聯 尼斯 和Luzan 這三間球會 成為一間 衛星 大家的球員可以互相 運用 但這也是要 留意的 在歐洲主義會的情況之下 究竟他們怎麼看這件事 我們怎麼可以證明每間球會是獨立運作呢 這個對於我們明年 歐洲賽是有一個影響的 OK 除了說Jason Wilcox 之外 他亦都說 右手邊這位球員 Jal Navas 賓菲加相當出色的中場球員 一定是偏向攻中的 曼聯是真的派了Scouthing去 亦都嘗試從賓菲加去理解 究竟轉會費實際上要 付多少 但就未有定案 另外 Fabricio Romano亦都說 拜仁慕尼克和曼城 都是有派球 所以 就肯定很多人爭 到這條片的最後 想說給大家聽 Jason Wilcox 應該來 但也未必來 Jal Navas 說真的來的機會就不大 究竟 他將會加盟 那個他 是誰 其實就是這樣的 Fabricio Romano 昨天也出了一個post 就說 Jack and Taylor Fetcher 即是廢查那對孖仔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他們 不好意思 不是他 不過兩個都是廢查 就是 就已經剛剛和曼聯 簽了這個職業合約 即是說 他兩兄弟 幾次樣子 就是正式成為曼聯的職業球員 所以他們兩個 明年就肯定會在曼聯 至於 Jason Wilcox 和 Jal Navas 是否會來 暫時 還未是100% 雖然 Jason Wilcox來的機會都相當大 但仍然要看看 解約的情況 是怎樣 因為 昨天有朋友 跟我說 Gardern Leaf 當然 他一定是 遲了職 就會有Gardern Leaf 但問題是 Gardern Leaf的長短 是否可以用錢 去解決 所以這個是問題 所以 看來 始終 他們的合約 我們看不到詳細情況 但根據我們之前看到的資訊 其實很有趣的 昨天我跟大家說過曼聯想給一年的薪金 作為 收藍頓的補償金 但是收藍頓又不肯 那一年的補償金 是 買斷餘下的合約 因為通常這些教練 簽兩至三年的合約 他已經在收藍頓十九個月 那會不會把合約剩下一年多 假設他簽兩年 只剩下一年多 曼聯就會補回一年的差價 換來他可以立即加上曼聯 那收藍頓就不用 相反 如果Jason是辭職的話 究竟他要多久 Gardern Leaf 即是說他要多久才可以 加盟一些 其他的足球會 這個 就沒有人說過 是不是三個月 六個月 還是九個月 就沒有人知道 所以呢 如果我假設 如果Jason的合約 三個月之後 就可以加盟其他的足球會 所以他的Gardern Leaf 就只是三個月 如果真的話 現在就是三月 剛剛四月頭 如果三個月的Gardern Leaf 就剛剛六月 七月 就趕得切暑假來幫忙 究竟是不是這樣 我就真的不清楚 因為這些合約 是很個人的 暫時來說 也看不到任何 新聞去講 或者任何媒體去講 就算說了也好 都未必準 真的正正式式 官網宣佈他何時加盟 那下才是真了 OK 這次來到這裡 記住再提提 大家 今晚的 3點15分 我們就會作客 車路士 希望可以贏 一場球 令我們 繼續有機會 追回前面的 第四位或者第五位 今天這裏 多謝我的相關收看 拜拜 看到這裏 你like了這條片了沒有 還要記得留言 還有介紹給人看 大家和大巴叔叔一起加油 多謝大家